歡迎來到摩托夜夜秀 各位觀眾 接下來這位來賓大概是我12月一直到現在完全睡不著的一個原因 是緊張嗎?是興奮嗎?是恐懼嗎? 我只能說都有 因為從去年到現在 不只是本台還有台灣的新聞都可以說是仰賴他為生的 11月底的一通電話讓他大聲的對我們說出Yes I do 各位觀眾熱烈的掌聲歡迎高雄市長 漢國瑜 這個 市長你要做旗子還是做篩子? 我要做旗子 你要做篩子 你要做篩子 大家介意嗎?我做篩子 大家最喜歡的 韓導來囉 等一下 我們先搞定幾件事情 我應該要稱韓市長韓總還是韓導 你就直白一點吧 直白一點 就韓導到底了 韓導到底嗎? 有什麼關係 大家開心啊 大家開心 大家會開心嗎? 韓導 總雞 有人要講總雞嗎? 總雞 好可愛 來 那 沒有問題 你盡量這樣 我先小事伸手 你叫總雞也可以 總雞大人 那你要叫operator operator operator operator和 我們有精心幫你安排這個座位 還舒服嗎? 我覺得下面好像尖尖的 下面尖尖的 對 因為我們下面放了酸民的留言 讓你可以用屁眼看 會不舒服嗎? 我覺得我像碗豆公主啊 吃個坦有一個碗豆 有一點不舒服 還好 沒關係 我可以忍受 沒問題 看到你我就開心了 來 哇 我們要見博恩一眼不容易啊 看了博恩節目這麼多年齁 不 這麼長一段時間 今天居然看到博恩了 又帥氣 又年輕 又朝氣 又幽默 非常開心 尖一點的椅子 完全可以忍受 可以忍受 好好 通常是這樣子 我跟韓市長說明一下 我們節目的風格 通常一個來賓出來 我們如果以前 在節目上面取笑過他 我們就會放說 欸 我們以前這個片段 有講過你 那請問你會不會介意這樣 可是今天錄影時間 可能沒有八個小時 所以 你幫我八個小時 消遣我 也這麼長的時間 八個小時 太長了吧 我們真的請了一位剪接師 把博恩夜夜宋 從第一季到第三季 所有講市場笑話 全部剪出來 其實只有四十幾分鐘而已 還好嗎 還好 四十幾分鐘也很多 也蠻長的 可以做一個專長 OK 對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在現場不方便放 因為有些人還要趕著回家 但是我們會全部上傳到網路 大家看個夠 精華吧 我在這邊 還是要非常 就是跟本人 韓市長說一聲 如果有 曾經讓你心情 覺得很不愉快的 因為開這些玩笑 在這邊跟韓市長說一聲 抱歉 這樣 我在這裡跟博恩說一聲 我完全不介意 繼續 好吧 謝謝市長 繼續 我聽到繼續兩個字 好 繼續 好 節目就很開心 大家快樂 OK 好 而且我們就是這麼一個自由民主的氛圍社會多好 你盡量開玩笑 沒關係 真的嗎 確定 不要開我一個玩笑 只有一個要求 是 不要開我髮型的玩笑 其他都可以開 好不好 沒有問題 剛才說 我已經跟韓市長道過歉 然後我想要問 韓市長有沒有覺得想要跟 哪一些人道歉呢 都可以 是從我出生 瓜瓜最低到現在 都可以 都可以 呃 我不曉得 如果曾經在從小到大的過程上 有一些接觸的朋友心裡不舒服 可能是我年輕的 年少輕狂的時候 我不曉得 要從少年開始回憶嗎 都可以 隨便 隨便 如果大家感覺不好 非常抱歉 今天我好像看到 到了這個教堂 對神父要懺悔 對 要告解是不是 沒有 我只是想說 你的答案如果不是高雄市民四個字 就是他們就 是我們現在 講了半天 博恩在設計一個題目是對高雄市民 那我當然要感謝 跟高雄市民非常非常感謝給我這個機會 那因為在請假在外面 參與這個選戰 所以沒有辦法 時常陪著高雄市民朋友 非常的抱歉 有 有道歉了 OK好 很棒很棒 很讚耶 我覺得我有達到 我預期達到的效果 剛才韓市長講說 從 之前就有在看我們節目 不是在 葉匡時副次長上節目之後 葉匡時副次長那一集我也有看啊 然後前面我也陸陸續續有看 喔 最開始的一集 比較有印象的是什麼 因為網路上有很多人在說 我們 11月底的那通電話 說 韓市長怎麼可能 聽過博恩夜夜秀 博恩是什麼喀小 怎麼可能聽過 來來韓市長直接告訴這些網路上的酸民 從什麼時候開始知道我們節目的 我大概知道節目 起碼有好幾個月了 以前我們的小編啊 因為都很年輕 我們小編大概平均年齡以前23歲 大概現在是25歲 我的小編都很年輕 所以博恩夜夜秀 是我們小編最喜歡看的節目 那有的時候偶爾就會拿給我看一下 但是我的印象之中 好像你都在糗人 從來沒有肯定過人 每次都在開玩笑然後諷刺 大概博恩帶來了很多的歡樂 就是會 修理一些人啊等等 像修理業的 但是我們看的都很好笑 然後我們小編 都很喜歡你 那夜光室那集我也有整個看 至於你打電話給我 完全沒套招 這一點可以保證 而且我們也不需要 在這邊來隱瞞大家 正好我在看手機一些訊息 突然一個電話進來 電話號碼很陌生 我就接起來 然後你就說博恩 我想是不是詐騙集團啊 怎麼可能博恩會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聽到聲音又跟 我在YouTube上看 聽起來聲音很像 非常清脆 而且很有 然後旁邊就歡呼聲 嗚嗚嗚嗚嗚 對 有聽到那個歡呼聲 真的是博恩 嗯 就這樣子開始接下來 完全沒有套招 好吧 在那個市長在那個之後 還有跟邱毅聯絡嗎 因為他就把你電話 整個洩溜出去這樣 有發過簡訊 然後他也跟我說 有一點不好意思 把電話公告 那從公告那天開始 他每天平均都有 大概八十通到一百通 兩百通的電話 噼哩啪啪進來 到最後 我剛開始我接 後來我沒辦法接 實在電話太多太多了 所以因此 那邱毅先生跟我簡短的 大概致歉一下 說不好意思 我說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介意 如果你不公布 我也接不到博恩的電話 對不對 但是跟韓市長說一聲 謝謝謝謝 還有不好意思 對不起 千萬不要這樣 千萬不要客氣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在後台 我們就直接很不諱言 韓市長 我都是這樣子 畢恭畢敬說 那個韓市長 很高興認識你 我不太習慣 對 麻煩你繼續嘲諷好不好 因為畢竟我不習慣 因為畢竟我不習慣 然後韓市長直接在後台說 你就直接講吧 今天現場有百分之九十是討厭我的 我就想說 哇OK可以這麼直接了 好那不只百分之九十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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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 韓市長很 勇於面對大家對你的正面或負面的評價 包含在之前 青年論壇上面 你也直接講 你說 我知道很多人覺得我是草包 說話不算話 黑道流氓 落跑 等等 全部直接講出來了 我是很想要幫韓市長 洗刷一下這個冤名 就是說以前開過什麼 空投支票 我相信韓市長都是有想過的 對吧 對 然後呢 你繼續啊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來實際演練一下 韓市長之前有很多政見 真的是深深打動我的心 像是愛情摩天輪 像是愛情摩天輪 就是 very well very well of love of love so romantic 對 我覺得每個男人的夢想 就是在一個 以角速度移動的 落地窗房間 在天空上面做愛 任何一個 你再大聲一點 再說一遍剛剛那兩個字 以角速度移動的 落地窗房間 在天空中做愛 這你很未成年的耶 OK 我想只要是任何正常的男人 都會有這種夢想 都看得到 市長說出這個 企劃的時候 就已經征服了我的宇宙 但是 我太太沒有那麼喜歡摩天輪 這個想法 她比較想要迪士尼啦 說實在 所以我就很好奇 如果韓市長要去邀約迪士尼來台灣 那種電話會長什麼樣子 你有想過嗎 如果我是迪士尼的CEO 就我是Bob Iger OK 然後現在韓市長要打電話給我 我們要解決這件事情 OK 那韓市長就來邀 迪士尼來台灣 irbull I-I i love everything you say on the media Very inspiring 所以,what brings the pleasure,why would you call me at this time? 我們要邀請你,如果是可以, 請你請你請到台灣,Gaohsiung, 那是一個美麗的城市 Disney and Kaohsiung? 你試試想想知道 No,no,no,I don't want to build Disney and Kaohsiung,no I heard that it's an old and poor city,yeah No money,why are you so stupid? The city will be changed I'm Bob Iger,you say I'm stupid So what? So what? The future will be rich Oh,so you want to be rich and you want to bring Disney into Kaohsiung? Maybe I can,we still got a plan B Plan B,okay Ferris wheel Ferris wheel Maybe I can try that I don't know,how about you,Disney,you got the Ferris wheel How big a Ferris wheel are we talking about? You can imagine that there is only the one river in Taiwan we named The river of the love The river of love So if you try to build up a very beautiful romantic Ferris wheel on the river up there And maybe lots of tourists will love that So maybe you can earn lots of money Wow Daniel,your plan sounds very crazy I'm always a crazy guy Yeah,I've heard But I have one concern,one concern If I build a big Ferris wheel Can I sell my products there? What kind of product? Because I'm the CEO of Disney I want to sell plush dolls of Winnie the Pooh You can try your best As the government,my role is try to make the environment That's everything will be all settled down So you can do the rest of the job I can do my job So,shh,can we stop now? OK,OK Done deal Ferris wheel with every room inside of Winnie the Pooh Welcome OK,anytime OK OK,bye bye 不幫我們掌聲鼓勵一下嗎 Disney 因為他人口要一年一億 一億觀光客 這個台灣會吃力 因為台灣人口兩千三百萬 四面環海 要到一億的人流 說實在 我們擔心 沒辦法滿足 但是愛情摩天輪 百分百可以 OK 目前有七個國家 已經遞出他們的藍圖 想要進入高雄愛河上 蓋一座愛情摩天輪 包括英國倫敦演的團隊 都已經把圖案遞出來了 目前有七個國家 包括加拿大 英國 日本 都有這些人 因為大家都要愛情 從十八歲 到八十歲 所以愛情摩天輪的市場 非常巨大 對這個案子 我們比較有信心 好不好 OK,好 所以是真的有實際在跑 對,目前七個國家 正式遞見 我相信 也樂見其成 就是將來高雄 就是一個這麼美麗的景象 那個摩天輪比這個 還要更浪漫一點 比這個浪漫一點 這是一般傳統的 對對對 他們遞見那些摩天輪 還有穿新的 兩個摩天輪架在一起 好漂亮 有個穿雲劍 穿雲劍 應該穿新摩天輪 大家將來可以看到那些圖 所以這些設計師的頭腦 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如果建立成功 我相信高雄的愛情產業 一定可以有機會 得到蓬勃的發展 好嗎 了解 那接下來一個環節 因為現在有哪個國家 是最危害到台灣安全的 博恩這個題目 說起來是很大的一個題目 但我要把安全這兩個字 稍微快速解釋一下 安全是很多 包括吃的安全 大家怕農藥殘留 怕重金屬 吃到嘴巴的東西安全 第二個住的安全 第三個交通型的安全 第四個治安的安全 第五個就是博恩講的 國防安全 這70年來 各位好朋友 各位年輕朋友 你們的爸爸 你們的阿公 爺爺 這一輩到現在整整70年 說實在 我們就是房子 對岸的無力公台 對不對 所以我講的有兩個不要懷疑 第一個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明天太陽 會不會從東邊出來 但是千萬不要懷疑 共產黨一定要打台灣 一定要收復台灣 這是第一個不要懷疑 第二個不要懷疑 可以懷疑明天太陽 會不會從東邊出來 不要懷疑 台灣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 這一點不用懷疑 所以因此 如果博恩提這個題目 我們所有國防政策的假想敵 就是人民解放軍 這是我們最大軍事上 所有做的準備 而且已經70年了 好吧 這個題目打完 我要一個國家的名字 什麼國家 你要問這問題 你是 現在我們是九二共識 我們是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也是 對岸在聯合國 全世界功能叫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九二共識 我們是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要維護我們 台澎金馬 所有生命財產的安全 因此在九二共識基礎之下 我們希望能夠維持自己的主權 然後推展 我時常講康熙字典 以前五萬多個字 現在七萬個字 中間有一個字最重要 康熙字典一個字對我們最重要 和平的和 我們內部 我們內部啊 藍綠積增太厲害 希望能夠和諧 兩岸 能夠和平交流 對世界各國 因為台灣沒有資源 我們希望和氣生財 和氣生財 我們要跟全世界做朋友 來做生意賺錢 所以和這個字 非常重要 好吧 我還是需要一個 你有沒有覺得想要起來 活動一下筋骨 我想跟博恩PK一下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我們用15秒鐘 我跟博恩PK三個動作 作為結束的尾聲 好的 因為這個是韓市長在後台 一直要求要做的一個 每一次五秒鐘 我做三個動作 我希望博恩跟著我做 我完全不知道用意是什麼 什麼東西 博恩這麼年輕 長得那麼帥 我想我做動作 他一定會 第一個動作 五秒鐘 兩隻腳盤上來 嘿嘿嘿 好 這個是A 好 五秒 博恩你怎麼那麼僵硬啊 我 我有卡東西 你知道嗎 博恩你這樣怎麼上愛情摩天輪呢 有沒有辦法 差不多 差不多 第二個動作要站起來囉 好 也是五秒 來 起來 哇塞 有沒有辦法起來 OK 哇我們幫博恩掌聲鼓一下 我看他流汗 給過 第三個動作是我們接近尾聲了 我們走路囉 走路 我要開始走路 你沒辦法 完全沒辦法 也不想 非常非常感謝韓市長 好謝謝各位青年朋友 謝謝大家 也謝謝博恩 那今天在節目的尾端呢 也是要比照其他總統候選人的待遇呢 想要請韓市長 對著我們的二號機 看到他內心深處 有點像跟愛人講話 那種River of love 的感覺 好 對然後請 韓市長 想要對我們台灣的所有選民 講一分鐘的肺腑之眼 請開始 各位親愛的台灣同胞 我們台灣人熱情 善良 然後又好客 那又重視教育 希望2020年之後 整個台灣同胞能夠團結在一起 我們最擔心最害怕的 是世界慢慢忘記了台灣 台灣也慢慢忘記了世界 所以我們要一起 新手相連 為台灣的經濟 教育 下一代來打拼 讓我們一起來 來讓我們下一代的孩子 得到更好的培養的機會 讓我們大力來投資下一代 讓我們下一代 比我們更強壯 更有競爭力 更有生命力 我們不能夠再彼此 惡鬥下去 讓我們一起來團結 開創台灣 更美好的未來 台灣加油 各位觀眾 再次掌聲謝謝高雄市長 韓國瑜 謝謝 謝謝 謝謝